小九就是可爱心的 对 他不是还带你去游乐园 他 对哦 你别说说这个的话 他是一个大骗子 哈哈哈哈 看着还说可爱 去那个环境 选衣服选了多久 录这期节目 今天这衣服真的是我 刚穿上以后 我连布都卖不开了 他这样 他穿上之后 他这样走路 那这个衣服是 那个刘云你选的吗 对 真的精致 我特别不敢看镜子 我一看到自己 镜子里面的自己 不认识了 完了我就不认识了 哈哈哈哈 这跟我一样 我都不 我都不敢看手机黑屏 一黑屏哇好帅 好帅 哈哈哈哈 你还吓一跳 所以 妈妈我特想问您 嗯 您会那个吗 啊啊啊 我们的手势你会 啊啊 印童玩 我觉得应该会来 哎 三二一走 啊 啊 好严重 这不用骄 马上就来了 如果刘云没有成功的 猜出你的菜 你比较希望他能做什么事呢 哎 这样子的吧 如果说你要是没猜对的话 你 你给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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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签签 签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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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签签签签签 他说 你让小雨给我签个十张签签签签签 回来 我说没有啊 哎呀 我都是他爷爷 他说我孙子 要个签签签签要不回来 这是什么亲戚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要不然就当着他们面 给他们签 寄回照片就给他们就觉得 感觉好陌生的感觉 他就觉得这个礼物太轻了 一个一种 这种感觉 我是特意学的这道菜嘛 因为过年之前 我说你们还有那些外国的这些队友呢 他说他们就会在书舟里呆着嘛 是吧 那时候我说 儿子我跟你商量个事情呗 我说咱们在北京过年 然后把他们接到咱们家来过年 好不好 他说哎呀 我真的是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心想吧 小孩嘛 就是在外边已经呆了这么久了 也没回家啊 我就想想着 我想我来学一道他们国家的菜 让他们来尝一下 就是感觉到自己就有一种 亲情在身边的样子 周女士你听听 有点妈妈会做新的菜 你明白吗 又很担心他们在我们家过年 中国味太浓了 会导致他们更想家 让在这个中国味的浓里面 有一点他们国家的这种味道 特色 我觉得能结合一下 那听起来现在好像是 与妈跟整个团队小伙伴打成一片了 是吗 对 那叫您什么呀 他们可以喊我姐姐 因为他在家经常喊我名字 喊我姐姐 我喊他大名 陈宝霞 宝霞 随便喊 对 宝霞姐姐 我都这样喊 宝霞姐姐 不错 宝霞姐姐好天 宝霞 跟宝霞 好天 你比较了解的这几个 他们都是什么性格 比如说小九 小九就是可爱性感 对 他不是还带你去游乐园 你别说说这个的话 他是一个大骗子 看着我还说可爱 去环球眼城 然后他的就是说 跟我说 这个项目 妈妈你这个项目可以玩 就是不害怕 也不紧张什么的 他的话我不太敢相信 因为他经常跟我 就是一本真理的胡说八道 然后那小九说 阿姨真的 我说的你还不信吗 我说的是真话 你去吧 这个真的不害怕 然后我们哈利波特做完之后 五个人抬着抬下来 哈哈哈哈